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吕克强国下发表主题演讲 可以随意 曾经的张松申会长 黄山东会长和王毅杰会 女士们先生们朋友 我很高兴应邀参加新加坡中华共产总会 和新加坡工商联合总会 共同举办的新加坡工商界的联合晚宴 和大家见面感到非常的亲切 我为什么说请各位随意 因为我们之间可以说也有了长期的密切的关系 刚才张松申会长跟我说 今天上午你在新加坡甲座和通商中国的联合举办的演讲会上 没有用高兴的 没有用高兴的 所以希望你在今天晚上的晚会上也不要用高兴的 表达对你们的敬意 表达对你们的敬意 也愿意用心来讲话 当然 刚才前三位 两位会长和部长的讲话 虽然念了稿子 但是 但是 我能从内心感觉到 他们是在用心讲话 他们都回顾了中兴交往的历史 他们都提到了一个历史性的年代 或者叫时刻 那就是四十年前 中国开启了改革开放的精神 就是在那个年代 就是在那个年代 邓小平先生和李光耀先生 在新加坡会晤 就从那个年代起 在座的各位 包括没有坐下来 以及新加坡工商界的人士 你们积极地参与了中国改革开放的精神 你们为中国的现代化建设 付出了努力 给予了帮助 我们获得的双赢 这里 我再一次 转达 中国人民 对新加坡人民 对所有 新加坡 参与和支持 中国改革开放 和现代化建设的朋友们 诚挚地 协议和敬礼 和敬礼 中心关系的发展 是没有止境的 我此次仿星和李显文总理 共同建设了 诸多协议的签署 还有很多 我们没有时间 去安排更多的协议的建设 中京双方的合作是全面的 而且是不断创新的 我认为 中国人 对新加坡 这个名字 用汉字的翻译 是富有诚意的 新加坡 代表着永远的创新 永远做家访 在中兴两国 在地区 在国际 事务上碰到困难的时候 我们携手 爬坡 攻坚 一定能够 战胜困难 我在今天的上个演讲会上 最后 利用那个机会 说了一句话 就是 希望更多的 新加坡的 商人 企业家 到中国去投资 我们希望看到 猫 investment from 新加坡的 结果没有让我 料到的是 新加坡的 有的媒体报道说 李总理 最后说 猫 and猫 investment 我 非常 高兴 如果有更多的 或者越来越多的 新加坡 企业家 商务 到中国去 和我们 合作 我们一定会 取得新的 更多的 共产 我们 承诺 我们会打造 市场化 法治化 国际化的 民传统 来欢迎 新加坡的 投资者 商人 中国经济 现在是平稳运行的 虽然 会有 小幅的波动 稳重 有缓 但是 长期的基本面 是向好 你们如果 想做 长期的投资者 而且我相信 真正要做 大企业 做好企业的人 一定是 长期的 投资者 中国 会不断的去 扩大 我们的开发 会不断的去 深化我们的改革 会不断的 营造有利于 长期投资的 环境 今天 我看到一个报道 说 不要 看空 他是称 不要看空 中国的人民币 展示 我也可以在这里 明确的说 中国 不会 去用 用强刺激的办法 来 刺激经济 这样的 不可实行 但是中国 会用强有力的 做法 去 激发市场的人 在座的 在座的 也可以说 都是市场的 主体 中国 也会营造 宏观的 稳定的环境 就是说 我们也不会 去通过人民币 贬值 去刺激出 看空 看空 或做空 人民币 与他有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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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有鱼 甚至可能有害 我们将保持 人民币 在 合理均衡水平上的 基本肯定 不仅如此 我们还会在很多方面 去创造 让你们能够感到 可预期的 稳定的 有收益的 投资环境 不仅是投资 还有商业的 我们之间 有巨大的商机 我们 所创造的商机 将造福 中心 两个人命 我们创造的商机 会 持续的 满足我们的 基本生活 而且去 实现 更美好的生活 我现在提议 为我们的 基本生活 举起指飞 因为我们是想吃饭 我也提议 为我们 追求更加美好的生活 这需要 忠心合作 让忠心有余 像前三位 朋友说的 立九明星 也为 张会长 王会长 王会长 为所有的赛场 中心两个 朋友们的身体健康 干杯